公子, 你昨晚這樣也頂得住 我想你以後會沒事的 法武 昨晚你很幸運 因為韓毒會還會發作兩三次 如果沒有人用耐力幫你頂住 你遲早有生命危險 客心鬼 張無忌, 你一天不學我的九陽神功 你一天都要受到韓毒的折磨 你還是發誓, 脫離武當派 拜在我的門下 師公對我恩重如山 我不可以這麼做的 白痴 你為甚麼喜歡逼個學九陽神功 十幾年前 我拜在張三豐首帥 我不服氣 我要我的徒弟 勝我張三豐任何一個徒弟 那你教我吧 女人練九陽神功 一年之後胸部會變平 手腳生毛, 口唇生素, 腥如老牛 那你還學不學嗎 不用客氣了 公子, 我看背脊骨已經斷了 行動全靠的球 好, 不如炸雞答應他 學他的功夫然後反向 武當弟子頂天立地 他是武當的大弟 總是要教我武功 一定有陰謀 我就不學 看你有甚麼辦法可以逼得我學 我逼不了你 小少 小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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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讓他屁股 摘下我的頭 張無忌 你身上已經有 九重九陽神功第一重的功力了 你這輩子 也有我武功在你的身上 你解也解不掉 明天我就逼你學第二重 除非你死了 否則你怎麼也背叛了武當 你死了 清書沒用 師弟被魔教妖女打落山崖 清書離遲一步 只能殺了妖女 救不回無忌師弟 請爹和師公殺了清書 向死了的五師叔交代 我殺了你 婉姚 人死不能復生 死到的有用嗎 清書師兄已經盡力了 無忌一生命苦 死或者對他們來說 在終解決也不定 現在少林發武林帖 邀請我們和五大派 一起圍鞠江名頂 除魔衛道 是我們精派的本份 遠橋 你和四位師弟 清書指揚一起去吧 大師弟 第九重九陽神功 九陽在天 九陽神功九陽神功第九重 你都學了 從此真是會走遍你的奇經百立 原領神將的毒一早沒了 以後你想死也難了 公子, 你終於成功了 謝謝前輩 你不是不想學我的功夫嗎 你應該好痛苦才對 武記明知前輩不是真心要教我 你只是想讓我師公面 所以唯一你和激仗發經驗 傳我九陽神功 我身負血海深仇 我又怎會不想學 你這個古惑仔 其實不是只是 漂亮的女人不能相信 連貌子忠良的男人也不能相信 我殺了你 現在大家都練成 九重九陽神功 你憑甚麼神功 小心, 他的功力很厲害 千輩, 武記多多得罪了 我身上的寒毒 是靠九陽神功醫好 多謝前輩教導 你這個古惑仔 武記得保血海深仇 一定會回來救前輩出去 你們兩個沒有好死 看你先死還是我們先 學著 看你們好得多久 你和他永遠沒有好結果 我終於練成絕世武功了 小林派, 我的尾派 空洞派, 桀林派, 華山派 我派個個身上 都有我父母的血 我要你們血債血償 小林派 你剛才的樣子很害怕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把齊屈在心裡八年 任人欺負, 任人欺負 當你發洩出來的時候 你也像我一樣 那你還能不能回武當 宋青輸入大師 把毒制 我不能向他報仇 不行的 我不能回武當 有了九陽神功 天大地大 我哪兒不可以去 大師父, 我就上光明頂, 見我外公 我幫你解開來鎖你 謝謝公子 我們一起出生入死 你以後不要叫我公子 我喜歡服侍你 你讓我服侍你 你對我好, 我會記得的 你現在武功這麼高 一定有很多女生喜歡你 到時候你一定會忘記我 只要白天有太陽 我就不讓你離開我 公子 公子, 那邊有冰糖葫蘆賣 我媽媽最後買給我的 就是冰糖葫蘆 我中了元冥神獎之後 我媽媽給了三顆冰糖葫蘆給我 叫我在痛的時候就吃一顆 在他們滾身一陣 你吃了第一顆嗎 這兩顆我風乾了 所以我要好好保存 快把我走出來 這次六大派為風光明頂 一定可以把魔教 所有魔頭一網打盡 如果我們遲到了 趕不上那個魔教大會 那就真的不值得 找得到又怎麼樣 不是又多幾個送死 明教有紫白金青四大護法王 無堅不吹五行旗 就憑你們這幾個二打鹿 就想把他們一網打盡 真是做夢了 他一定要幫我教的, 先抓住他 我們先離開一下 不自量力 他是不是明教的人 我在光明頂也沒見過他 光明頂的事就這麼決定 憑真一定盡力以為 你認識他們嗎 當然認識 八年前他們用玄冥神章打傷我的 別這麼衝動 他們這麼多高手, 小心寡不敵眾 陸先生 你好, 大師, 拜託 請為憑真向王爺請安 憑真就此告辭 誰躲在這兒, 出來 鬼鬼祟祟在這兒幹什麼 靚仔, 你看什麼 那個靚仔很熟悉 算了, 一對小情人在這裡爬桌 我們走 我剛才真的想 幸好沒有, 你看 這個年輕人是什麼人 連陸像客和學不翁的高手 都好像是他的手下 年輕人, 這是女人 女人?我覺得他好像我媽媽一樣 不知道, 醜 既然長得漂亮就像你媽媽 你現在好像我媽媽一樣 你還說笑?關名頂給六大門太為功 我們快點趕去 好 這次魔教相當有準備 五行旗已經全部回房 就算跟白眉英王素來不適的青翼福王偉一笑 也回來幫忙 如果紫三龍王和金毛絲王來了 那真是不容易對付 如果金毛絲王也來了就對了 好, 我們可以把那把屠龍刀也搶起來 你不用搶我那把二天劍嗎 你最好 不敢… 他連我心裡的那句也說出來 幸好他不知道我們想連他也搶起來 他被你搶? 那我就勉為其難加上他的徒弟 那麼辛苦你了, 師兄 辛苦也要的 你們兩個鬼鬼祟祟在說甚麼 沒有, 我們想一張幫我給紫內扶貧 紫三龍王是波斯明教聖女 失蹤多年, 相信去了波斯 金毛絲王當年一戰, 雙目失明 也不厲害得去變 但是英王和福王的確是難以對付 師叔, 弟子有一個想法 你說吧 白眉英王有一個外孫 是武當張五合的兒子 叫張無忌 無忌在幾個月前已經過世了 這件事白眉英王還不知道 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家 如果見到一個外孫 一定會很開心 在這個時候, 外孫突然出手偷襲 相信有九成把握 我們殺了白眉英王和清潔福王 搶光明底的錢, 賣光女人去做雞 我們是名門正派, 怎能做這種事 而且是利用我死了的私贈 我不贊成這樣做 沒有, 我們只是打算扶貧 城大師不拘小智 我贊成袁真大師的說法 你要找人假扮張無忌 那誰是最適合的人算 宋答的公子就是最適合的人算 在下絕對不容許武當弟子做這種事 這群奸狗在那裡讀巧害人 好像被你們聽 天不標 是清潔福王韋一少 韋一少, 你好快點放妝我老婆了 老婆, 你老婆胖子大胖子 在這裡吸血就對了 豈有此理 忍住, 你殺我老婆 韋一少的蝙蝠獨功 被他咬過的人會神之錯亂 會聽殺他的話 不殺你老婆, 我們就多一個特仁 你…你… 你不夠他打的 韋一少不知道耳天劍的厲害 拿何夫人來當 我相信他已經被我的劍氣所傷 昋一少 五行其主 六大門派的人到齊光明頂山腳了 好, 品告英王, 全部都齊了 報五行大侄 我要他們未到山腰 就先死一半 是 我又回來了 五行大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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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算你有誤教之心 這個時候也回來幫忙 五行大侄 我已經看過六大派戰營了 還跟滅射師太過了幾招 他把伊丁劍果然厲害 那你沒事吧 當然沒事, 怎麼會有事 你們馬上下山報房 有人知識是五行大侄的外孫 張無忍的就隔山民門 黃大侄 你說甚麼?我的外孫? 是呀, 他們會派人扮你的外孫 你暗算你 如果本教的陰陽聖火靈還在 我就不怕他的以天劍 多餘了, 如果我們楊教主不失蹤 他的乾坤大樂義神功 就打到他們一腹一腹 我真痛 怎麼了?你受傷了嗎? 我當然受傷了 不過剛才這麼多日子不需要 不要緊 不要緊, 我用耐力幫你療傷 沒用的 你一定要用口 把傷口吸收出來 沒問題